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的Traveler做手过客 我是明轩 在这边的话 新年期间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兔年新大运 希望大家在这个2023里面 接下来是会有出现很多样的一些交易的机会 2023里面是很重要的一年 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合约交易 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以太坊都好 所以大家就是在还不交易的时候 先把这些基本的基础的这些知识 先把它学好 so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些大行情大波段里面 才能去抓到我们要抓的这些盈利 ok 好那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大家先点击在一个六天前的比特币的视频 你们可以先去看说 我在那一个视频里面是有讲到的哪一些点位 跟一些比较短线或中短线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机会 那再到今天的这个视频的话呢 它还是一样的这个大的这个上涨趋势 然后我们还是可以同样的找一些回调的点位去让我们找到进场的机会 那我们就是在做着这个顺势交易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也是会尽量的逢低做多 然后是如果想要做空的话呢 都是以短线的方式来做 但是我们还是会顺势交易做多为主 才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玩法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跳到这个旁边上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Dior的策略先开始 带大家去看说现在的这个趋势 它是往这哪一边的方向 那大家是有在前几期看过我的这个比特币视频的话呢 那我们是在早期的时候就给大家知道说 在这个1月10号左右 ok9号10号或11号这边 已经是蜡烛呢有形成了这个过河拆桥的情况 那过河拆桥的情况就是说 蜡烛的这个实体跟影线的部分 它是完全没有动到这两条EMA参数的这个区间 所以它才会形成这个过河拆桥所谓的上涨趋势 那我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呢 如果大家是有买进这个现货的话 这样你从这边17800左右的这个区间 吃到现在的话应该是有一个30个%左右的这个现货的利润 那我们还不包括的就是合约交易的这个利润 所以的话呢基本上如果是大家在跟着这个Dior策略去走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就是使用这个美金去买了这个现货之后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比特币的现货 再把它搬到这个合约交易的户口里面 是可以进行这个我们所谓币本位的这个操作 然后它也是等同于可以买上或买下 就是做long or short的这个方式去玩这个币本位的合约 那它其实是在跟这个USDT本位的话 它是同样的一个概念 那一个是使用美金 一个是使用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现货去操作你的这个合约 好那我们知道说在这个Dior策略里面呢 其实很明了的一个行情就是它一路是上涨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去判断说在这边过合拆桥之后呢 现在暂时性就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还是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上涨趋势里面 OK 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是先来到这个比较中长期的这个方向 然后我们去看说现在的这个MSCV的盘面 是走着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比如说我们是在之前的时候呢 一直是提醒着大家 在两天图这边是有这个抵背里的情况 那现在的这个走势来讲的话呢 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明显的这个突破 然后走到的这个上行线段 所以的话呢我们去知道说 这边的这个抵背里呢 其实它已经是走完了 所以它才会在这边去 有更强势一个突破 然后再走到这个上行线段的这个部分呢 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去看说可能是在 暂时性的话是在 五天图这边的这个参数区间 它其实是在 23千左右的这个阻力 其实暂时性是被 被顶着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是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 去拉一个Fibo来讲的话呢 OK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去拉Fibo OK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Fibo的0.618呢 它已经是很明显的在这边 进行了这个突破 所以它是一个 青色的蜡烛的一个拉涨之后呢 价钱是处在这个 0.618的上方进行 小区间的这个盘整的情况 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 等同于把这个支撑阻力 互换作为一个 它下跌反弹的这个支撑区间 所以的话呢 因为在之前的这边的时候 它是 形成的一个主力嘛 那如果是它 直接往上突破 所以它在这边的话 就会形成另外一种支撑 那再配合我们 画的这个 蓝色线的这个 4小时的支撑来讲的话呢 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的就是 在 22千左右的这个支撑 其实是 没有那么容易被跌破啦 如果是说这个 这个上涨的趋势 它还是非常强势的话呢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去 关注目前的这个区间咯 好 那我们可能就是先看 OK 六天图这边的话 其实上方还是会有 另外一个主力 那大概是在24300左右 24000到24300 所以上方来讲的话呢 我个人也是有画了这个 比较像是一个 4小时的一个主力区间 其实是在上方这边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说 这个24000它 继续上涨到这个区间的时候呢 它 能不能 呃 直接是一次性的突破 或者是 走一个 假突破 然后再收回 因为这个区间来讲的话呢 也是之前的这些 呃 之前在 大概是7月尾的时候 这边 8月头的时候 都是一些 插针的一些位置来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价钱上到去24000左右的话 它一定是会有一些 相对应的主力在那边 其实 没有那么容易可以突破了 ok 好那我们就再看到 呃 前面的这个时间级别 好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从这个 中短线的角度去看 比特币的盘面 那我们可以先关注的就是这个 呃 三小时的这个盘面 ok 比较容易看到的东西是 价钱是持续的往上走 但是呢 在 三小时的MSED这边呢 它的这个波峰是往下的 所以这边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顶背离的信号 那我们知道说 现在它在 这个区间进行 一个小区间的盘整 那我们是在 呃 这个小的上涨里面呢 其实它有这个 之前的这个上涨通道 所以是对应的这些 呃 点位 然后在这边进行一个 呃 假跌破之后呢 然后做一个小的盘整 再收回到上方 所以的话 在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去关注说 就是这个 小的上涨通道呢 它其实是还算 呃 Valid的去 可以让我们去作为一个 呃 去视线的这个 支撑阻力 所以在这边进行突破的话呢 它是有一个小的回踩 然后测试了两次暂时性 还是处在 呃 这个上涨通道之外的 上方的一些区间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说 如果我们在这边去 进行一个Fibo来讲的话呢 我们去看Fibo的延展 OK Fibo的延展来讲的话呢 在之前我们去知道说 这波下跌 它反弹0.618之后呢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是在 618这边做反弹之后 然后它继续往下跌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行情它是 持续性的直接突破 这个0.618之后呢 再突破这些前高 插针的位置 然后直接去到上方 那我们可以去关注说 这个Fibo延展1.618的区间呢 它其实是 呃一次性的突破之后 再回踩这个Fibo 1.618的这个区间 所以我们也是等同于 可以把 目前的这个比较短线 就是中短线的行情 22400左右 当成是一个比较 中短线的一个支撑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上方 其实2.618这边呢 23500多左右 也是相对应会有一个 小区间的一个阻力 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说 在这个区间的话呢 这边到这边 其实是一个 5%左右的一个行情啦 所以在这边的话 如果它持续性的形成 一个箱体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是等同于可以 称作它叫做这个空空加油咯 ok 因为 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 之前的一波拉涨之后 在这边进行了一个 空空加油的盘整 然后再开启一波拉涨 所以同样的 它一波拉涨之后呢 在目前的这个区间 它再进行一个 小区间的盘整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去看说 它会不会是在 持续性的一个突破 然后直接站稳在 24400上方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行情 它是上涨趋势 是稍微来的比较强势 那我们就可以去等说 它在这边进行盘整之后 如果出现阶段性的 一些底部区间 然后我们再去看说 小时间级别里面 会不会出现一些 底背里的信号 那我们就是可以 考虑在这边去做一些 比较中短线的一个 多单的一个行情 ok 所以的话是在这边 如果是再继续吃到 上方的话呢 可能我们的利润 最少都快 还会有一个 10% 或10%以上的 这个利润的 这个行情 所以大家可以 继续的去关注 上方的这些 这个阻力 那如果是现在的 这个区间 如果进行回调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做 这个底背里的 信号的这些 考虑咯 ok 所以这个是在中短线的部分 这个行情 好 那我们再看说 现在的这个 小区间的话呢 它能不能是走到一些 比较 不错的行情 好 比如说我们再看这边的话呢 ok 其实90分钟这边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 旁边上 它价钱来讲的话 是稍微 有一点点平行的一个情况 然后 在这个 MSED的波峰来讲的话 还是倾斜往下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在这边 可以去当做它 这边 很有可能是会出现一个 潜在的 这个 爽顶 的一个情况 ok 潜在的这个 这个爽顶的情况 如果是在价钱债 继续测试顶部 然后不突破 在这边做一个 小下跌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去关注 这个 这个颈线的部分呢 所以颈线的部分 大概是在 22,300左右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有进行一个 跌破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去关注 在下方的 这些Fibo的一些区间 ok 我们从 顶部 拉到底部来讲的话呢 ok 底部这边 拉到这边了 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说 这个0.618的区间 它大概是在 21,400多左右 21,500左右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持续性的下跌 ok 小下跌的话 ok 大概是一个 7个巴仙左右 那我们可能 可以在这些点位区间 去让我们 接到 这个 中短线的 这个多单的部分 所以可以去关注 这个 21,500左右 都是蛮关键的 ok 那我们要去看 收线的这个90分钟 它的这个 呃 弱的顶背离的情况 它是否会去 呃 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是它 呃 往下跌的话呢 基本上 弱的背离来讲的话 它不会跌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 这个 这个MSCD的蓝色线 如果是 阶段性的它回到 我们的所谓的 0 line这边了的话 可能会 形成另外一些 支撑的区间 那我们再 配合 刚才的这个 Fibo 0.618的这些区间 然后去让我们找到一些 呃 30分钟的话呢 ok 其实30分钟的话 在MSCD这边 它其实是穿了0轴 走到上行线段 之后 暂时性 呃 是有一个小小的上涨 但是我们暂时性 在这边是看不到一些信号 啊 那我们再看15分钟的话 啊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还是一直是在 价钱一直是 处在这些 EMA参数区间呢 进行 呃 阶段性的盘整 所以的话我们暂时性是 不会在这些 更小的时间级别里面 去看到一些信号 这样子 好那我在这边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我们在刚刚的这个 呃 比较中长线的行情里面的 暂时性是被 呃 这个5天的这个行情的 参数区间顶着 所以的话 如果这边的持续性的突破 那我们就可以去配合 6天的这边的这个上方的主力 那比如说可能是在 呃 24000到24300左右的一些 参数区间 它其实是 有相对应的主力在那一边 如果这一边继续 呃 拉涨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先关注的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呃 3小时的这个 顶背里的行情 那3小时在这边如果呢 MACD的这个蓝色线我们讲它慢慢的回到这个零轴 但是价钱呢 一直是没有下跌的话呢 我们就要去关注所这个 这个 上涨之后的这个空中加油 是否会再一次的去 playout出来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是MACD回到 ZEoline这边 它有可能是会再 开启另外一个波峰的这个走势 那价钱 突破上涨的话呢 MACD就会被它带 带去 呃 走另外一个新的波峰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我们再看说刚才的就是 讲到这个 90分钟 所以90分钟呢 这个落的这个顶背里 它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价钱持续性的一直盘整 然后 在MACD的话呢 它如果不 去往下跌破 或者是穿到这个下行线段的话呢 那我们还是要去 比较小心 再做一些比较短线的空单 其实是 稍微来得更风险的 那我去 去推荐大家就是 尽量的往这个多单的部分去做的话呢 顺势交易为主 它尽量是在旁边上有 下跌有回调的话呢 那我们都可以去 考虑做一些阶段性的分批 做多单的话 对我们的这个风险 还是会来得比较低的 ok 那今天的这个比特币分析的 这个小小的update 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会再多两天的 这个ethereum视频 也是会 给到大家就是 目前的盘面的一些操作的一些机会 然后跟我个人在 看到盘面上 会不会有一些做单的机会啦 那我个人现在在比特币这边 它 就是17千多了 之前的这个 多单的部分 暂时性还是打着 所以我们会 去再看说 价钱继续突破到上方的话 我们可以不会考虑做一些对冲 这样子啦 那我会第一时间update 在我们的这个discord vip里面 那如果是想要加入的话 可以点击这个影片下方 那边是有给到这个discord的link 然后加入之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ansom的这个bybitlink 去注册这个bybit户口 然后就可以享用到里面的一些福利 那样子啦 ok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先到这边 ok喜欢的话就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们多两天的视频再见 感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